感谢主 请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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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回来这笔讲道 也是一个荣幸 能够被邀请是很感恩的 这里看到有很多的老朋友 也有很多过去很美好的故事 但是看到更多的是 我不熟悉的人 这是好现象 代表教会没有停留在过去 教会一直在往前走当中 今天很开心能够在这里分享信息 也很享受刚刚的敬拜 感觉神真的就在我们的当中 相信圣灵今天早上会有奇妙的工作 好 我要分享的是 不要忧虑 不要忧虑 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24到34节 我们先来读24节 可以的话我们就一起来读 如果你可以的话一起来读 请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恶这个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马门就是金钱的意思 虽然今天我讲的主题是 不要忧虑 但是内容主要都是在谈金钱 这其实是我一系列金钱的 第一篇的信息 那为什么谈到忧虑 主要的内容却谈到金钱呢 因为忧虑跟金钱有关 而且谈到忧虑跟金钱之间的 关系的时候 你必须先回答 耶稣要问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24节这里所问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 你到底要侍奉主 还是要侍奉金钱 你要委身于主 还是要委身于金钱 当然问这个问题是 因为基督徒都很聪明 我们可能会这样想 一定要这样子吗 可不可以又侍奉主 又侍奉金钱 或者说 如果真的不能这样 可不可以先有钱 再来侍奉主 耶稣早就想到 你们会这样想 所以他才会问这个问题 答案可以还是不可以 不可以 你必须做出选择 你不能同时又侍奉主 同时又侍奉金钱 因为你不能同时有两个主人 你只能有一个主人 这是这篇信息 耶稣一开始要问的问题 为什么人会去侍奉金钱呢 金钱是没有生命的 为什么呢 因为人最主要的忧虑 或者说人最长的忧虑 就是担心没有饭吃 你会看见 你会看见 人最担心没有饭吃 没有衣服穿 但是很大的问题是 如果你要吃得饱 你要穿得暖 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要有钱 你要有钱 你才能够吃得饱 你才能够穿得暖 所以你知道华人 华人穷了几千年 所以华人见面的时候 常常问候语很特别 我们一见面就说 你吃饭没 或者说你吃饱没 你看到你吃饱没 但是老外不会这样问候 老外问说 How are you 老外不会见面就是说 Do you eat yet 老外不会这样问 因为老外的思想里面 西方基督教文明的思想里面 他们不会担心吃饭的问题 所以但是这几年西方的崩坏 同样也面对了经济崩坏的问题里面 所以选举的时候 总统候选人会讲说 笨蛋问题出在经济 所以你看西方的沉沦 也开始走向台湾 华人 你走向说 华人讲什么 家崩皇帝大 民以食为天 圣经讲刚好的是相反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你知道吗 刚好讲的是相反 其实笨蛋问题不是出在经济 笨蛋问题是因为远离上帝 这是西方整个的核心的问题 所以当一个人为吃饱 为穿暖的这些很基本的需要 在忧虑的时候 你很容易就会把金钱当作主人 你就会服侍金钱 你就会成为金钱的奴仆 所以耶稣如何解决我们忧虑的问题呢 他要我们思想 耶稣要我们思想 因为忧虑基本上跟我们的思想是有关系的 如果是你每天都在想 吃了早餐 中餐在哪里 吃了午餐 晚餐在哪里 如果是你每天都在想 鸡蛋的价格又涨了 怎么办 每天都在想 房价又涨了 我怎么买得起呢 我的孩子如何买得起呢 如果是你每天都在想 万一生病怎么办 如果你每天都在想 万一我孩子去上学 遇到什么问题怎么办 万一我被fire怎么办 万一我的孩子将来不孝顺怎么办 万一我的孩子 如果你每天都在想 万一这个 万一那个 如果你每天都在想 万一万一万一 你就看到那些忧虑 忧虑他就开始掌管你的人生 而当忧虑掌管你的人生的时候 金钱就会成为你的主人 所以耶稣要我们思想 耶稣要我们思想 谈到忧虑的时候 耶稣要我们思想三个很基本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耶稣要你想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生命比饮食重要 如果没有生命 你就不能够享受饮食 身体比衣裳重要 如果你身体不重要 不健康 你身体不健康 穿什么衣服有意义吗 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耶稣不是在否定饮食的重要 耶稣也不是在否定衣裳的重要 而是耶稣要你去思想 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身体 是比这些外在的东西 是更加重要的 传道书里面 常常那些传道书的作者 常常在思想 关于人生中间很虚空的问题 有两段的经文 给我们很重要的思考 第一段经文是传道书六章一到二节 我见日光之下 有一宗祸患重压在人身上 就是人蒙神 赐他之才 丰富 尊荣 以致他心里所愿的 一样都不缺 只是神使他不能吃用 凡有外人来吃用 这是虚空 这也是祸患 传道者观察到一件事情 人蒙神赐福 什么都有 什么都有 不缺钱 要什么 有什么 心里所愿的 都可以 都不缺 他只是有一个问题 他拥有这所有的一切 他自己不能够吃用 这是祸患 这是虚空 为什么他不能够吃用呢 我想可能很主要的原因 是他身体出了问题 他身体出了问题 虽然他有钱买 但是他不能吃 我们当传道人 常常到医院去探访 有时候到家户病房 有时候到各样的医院去探访 其实很早我就有这样的感触 在医院里那些病人 有插管的 有这些 真的他们不能够吃 你知道吗 所以每次探访回来 吃一碗牛肉面 都觉得我要尽心尽意地吃 因为不知道将来能不能够吃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身体健康 我们能够吃 我们能够吃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你们 我们能够吃 所以趁现在能吃 是不是要好好吃 因为不见得 不代表我们永远都可以吃 所以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发现 我要吃什么 就可以吃什么 这真是上帝极大的祝福 其实这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我们每次能够吃的时候 都要快快乐乐地吃 趁着我们今天 还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 所以当你身体 若是不能够吃 不能够吃出门 你只能够躺在家里的时候 赚的钱 都是看那些别人 都在享用的时候 这不是祝福 这是祸患 这是一种虚空 第二段的经文 传道书看到一个 很宝贵的人生的奖赏 传道书九章七到九节 这也是我们很核心的经文 我们教会 你只管去欢欢喜喜 吃你的饭 你心中快乐 喝你的酒 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 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 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膏油 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 就是神赐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 当同你所爱的七快活度日 因为那是你生前 在日光之下 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 我们能够享受 金钱所带来的祝福 欢欢喜喜地吃饭 快快乐地喝酒 然后穿新的衣服 头上抹上这个膏油 擦着防晒油 可以去度假 很基本的一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你所做的蒙神悦纳 也就是说 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当你跟神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有一个真正的平安 在你里面的时候 你去花你所劳碌赚来的钱 这是很大的祝福 若是你跟神没有一个正确的关系 若是你所做的事情 不能够蒙神悦纳 你贪污来的 你贩毒来的 你乱七八糟来的钱 说真的 你这些钱 你能够平安去享受吗 你能够平安去吃用吗 可以快快乐乐去度假吗 很困难的 所以谈到 谈到我们生命中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跟神的关系 是很重要 你能够享受 你劳碌所得 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就是跟你的妻子 要有一个美好的关系 你看圣经不断地强调虚空啊虚空啊虚空 不断地强调虚空的岁月 虚空的年日 神是你的虚空的年日 什么是我们在虚空的年日里面 劳碌的工作 拼命的工作赚钱 唯一有意义的奖赏 唯一有意义的奖赏是什么 就是把你劳碌所赚的钱 可以跟你所爱的妻 一起快活度日 大家说阿们 那是在虚空的人生当中 在劳碌工作赚钱的虚空当中 唯一一个上帝 在你在日光之下 虚空的年日当中的奖赏 就是同你所爱的妻 快活度日 所以一个是你跟神的关系 一个是你跟你最亲密的家人 你最亲密的妻子之间的关系 若是你赚了很多的钱 你努力的工作赚了很多的钱 那你发现你跟神的关系不好 心里担心受怕 然后你跟你妻子的关系不好 你没有办法跟他 你生命中最亲密的人 去分享你的快乐 最后你发现你年纪越大 你赚的钱越多 到最后只剩下你跟钱而已 没有人可以跟你分享 没有朋友 没有家人 你跟神的关系也不好 你就发现只剩下你跟钱而已 说真的 那就是一个虚空中的虚空 弟兄姊妹们 耶稣要你好好的想一想 生命是一种关系 钱很重要 可是更重要的是 你跟神的关系 跟你所最亲密的家人的关系 如果这两样也都没有 你所劳碌赚了的所有的钱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只是要证明你的虚空而已 这是第一个 耶稣要我们好好思想的问题 第二个 耶稣要我们很好地去思想的问题是 你们看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也不收 也不积蓄在仓里 你们的天赋尚且养活他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 耶稣要你抬头看一看天上的飞鸟 它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 可是天赋还养活他们 你要想一想 你比飞鸟贵重得多了 难道天赋不会养活你吗 弟兄姊妹们 你知道耶稣不是要我们不工作 不存钱 然后钱都花光光 让天赋来养活你们 你不是飞鸟好不好 耶稣是个比喻好不好 如果你今天是飞鸟 你真的就是不用工作了 你是人 你比飞鸟贵重得多 你要好好工作 劳碌是好的 传道主讲 劳碌是好的 享受劳碌所得 是神的祝福 你不是飞鸟 所以不要误解的 耶稣对于说 照你这样的牧师 你这样讲 大家都不要工作 不要除去 把钱都花光光 让天赋来养我 天赋马上给你一个巴掌 跟你讲 你不不是飞鸟 你知道吗 天赋是要你去思想 你比飞鸟贵重得多了 你是神的儿女 你努力工作 你好好存钱 天赋一定会养活你的 阿们 天赋一定会养活你的 你比飞鸟要珍贵 天赋会养活你 所以当你为生活忧虑的时候 让我们抬起头来 让我们看看飞鸟 你会得到很大的鼓励 我服侍神三十年 仅仅三十年 我真实地经历 天赋如何地养活我 其实我跟丽娟结婚的时候 反正张哥也不在 我就讲一下 他不过交到办公室去 当我决定追求丽娟 跟丽娟要结婚的时候 张哥可能忘记了 他当时为了鼓励我 他讲一句 哎呀 郑华你很有眼光 丽娟啊 在十八岁就在新店行道会聚会 然后全职服励 我看他都没有花钱 所以他一定有很多的钱 他跟我这样讲 结果结婚呢 第二天我就问丽娟说 丽娟你有多少钱 我们两个把存责拿出来 他只有十万块而已 他比我多 我只有五万块 那我说 张哥说你很多钱 你十八岁就在这里 全职都没有花钱 他说 教会经历好几次建堂 我统统奉献掉了 所以但是神 你看这服侍神 我的意思是 我全职服侍是从这样开始的 可是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神如果不是天父喂养我 养活我 说真的我不可能走到今天 我在2003年建立教会的第一年 第一年的春节 除夕前一天 其实教会是发不出薪水 也没有什么年终奖金 什么都没有 但我心里很平安 我心里很平安 我就记得那一天的 那一天的中午的时候 我就接到一通电话 除夕前一天的中午 接到电话 有一个姐妹 新店的姐妹 她突然打电话给我 她说 郑华 我想帮你们奉献 我问她多少钱 她说十万块钱 我说那你赶快汇给我 然后她说 不用汇给你 我已经开车在路上 我拿现金给你 我说那更好 我说那你为什么要奉献我 她说台中卖了一栋房子 等等等等 等等 我说好 感谢主 神及时的供应 就是除夕的前一天 我们的神是不误事的 开拓教会第二年 第二年 我家的洗衣机坏了 其实洗衣机坏了 比冰箱坏得更可怕 不然你要河边去洗衣服 你知道吗 一大堆衣服 那是除夕前一天 师母还在教会 那时候 我正在教导弟兄姊妹 说要剪卡 那时候就是Georgie and Mary 只要我喜欢 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个年代 我在教导教会 弟兄姊妹拿卡出来剪 剪卡的年代 所以那个时候 我洗衣机坏了不是怎么办 所以我到我家 我们家楼下的灿坤 就在我们教会旁边 我真的去刷卡 因为都 教导人不要刷卡 自己去刷卡 但是不知道谁给我的信用卡 额度只有 好像四万块而已 很糟你知道吗 结果刷卡竟然额度还不够 我看了一台LG11G 是八千块钱 他说 这个 你的额度不够 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意思 我就上楼了 上楼我正在想说 那这样洗衣服怎么办 过年 师母还不知道 正在想的时候 有人来敲门 我们家有一个姐妹 刚来就 薄力横面线 卖面线的 她一敲门 很可爱的一个姐妹 就敲门说 她说牧师 我要回云林去 过年了 这是给热热的红包 给了我 她就走了 你知道吗 一打开来 刚好八千块钱 就是洗衣机的钱 我就下去 我就下去 到了餐馆 买了一台LG的洗衣机 八千块钱 然后师母回来 就跟她讲 刚刚整个美好的故事 感谢赞美主 其实过去二十年 三十年 其实我经历了太多 太多 太多 我们的爱 我们的天父 他怎么供应我生活中 我服事中 我所有的需要 我跟我们家 真的就是 这三十年 是天父养活我们的 上帝要我们 对天父有信心 上帝要让我们 对天父有信心 过去三年 同样我经历 我人生的风暴 我父亲在三年前 突然之间过世 那我母亲也在 同时间失职 其实真的是兵荒马乱 真的是不知道 何去何从 可是在这个过程的当中 我再一次经历 神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惊慌失措 不知道要 怎么往前走的时候 神再一次看顾我 神再一次看顾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惊讶说 神过去照顾我 神过去带领我 度过我生命中的难处 这一次 会再一次带领我 度过生命中的难处吗 会的 虽然每一次都很害怕 但每一次都会 阿们 虽然每一次都要平信心 但每一次经历神的真实 当你忧虑的时候 让我们抬起头来 看天上的飞鸟 你被飞鸟珍贵多了 天父一定会养活你 使你胜过忧虑 第三个 耶稣要你思想 你们哪一个能用失虑 使受数加一克呢 你看英文圣经 所有的忧虑 我觉得这是个好问题 这是个好问题 耶稣问的问题都是个好问题 他说 你就是有再多的忧虑 再多再多再多的忧虑 都不能够改变任何的事情 忧虑不会让事情好转 忧虑 忧虑只会让事情更糟 有人说 牧师 你甚至活在天外 你叫我不要忧虑 你知道鸡蛋长了多少吗 我怎么不忧虑 我每天买菜啊 牧师你说你不要忧虑 你知道这几年房价 长了多少吗 你还叫我不要忧虑 你有没有活在现实里 你不知道今年景气有多糟吗 你还叫我不要忧虑 你有没有活在现实里 丢子妹们 不要忧虑不是不要计划 阿们 不要忧虑不是不要计划 我们做计划跟忧虑 是两件不同的事情 忧虑不会改变任何的事情 我们当然 不要忧虑不是告诉你 把头埋在沙堆里 不要去面对问题 面对问题跟忧虑 是不一样的事情 你忧虑只会让问题更复杂 你忧虑只会做出很糟的计划 因为你在恐惧中 你在忧虑中 你在做出来的决定 不会是一个好的决定 我从以前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再地在这里附上 我痛苦的代价就是 当你在恐惧 当你在忧虑中 当你在不得已当中 你做出来的决定 一定不会是一个好决定 我们要在信心中做决定 阿们 我做决定不是因为忧虑 我做决定是因为 我凭着神的应许 凭着信心 我们不要在恐惧 不要在害怕中 做任何的决定跟忧虑 如果你在忧虑在害怕中 请你先不要做决定 请你不要先做计划 请你先去祷告 祷告到你充满了信心 你很肯定的信心 要在信心中做决定 大家说阿们 不要在忧虑中往前走 要在信心中往前走 因为你会混乱 你会让问题更复杂 所以如果忧虑能够解决问题 其实祷告会就可以取消了 往来办一个忧虑大会 你知道吗 因为你这里讲 All your worries 你把你说的忧虑 一直忧虑 一直忧虑 你知道 因为为什么 因为你会忧虑就会祷告 你说牧师请你为我 牧师 你们来好好祷告一下 我没有什么好祷告 那你有忧虑吗 有啊 你有忧虑就是很好的祷告事项啊 一个人会忧虑就会祷告 阿们 有说你有什么要带祷的 没有 你都没有忧虑吗 有啊 那你不是把忧虑变成祷告事项呢 祷告能够改变一切 阿们 祷告能够让我们有信心 阿们 祷告让我们可以看见有神的恩典 但忧虑不会 忧虑会成为恶者 进入到你生命中 借着恐惧去掌控你生命的破口 忧虑不能够让我们的寿数多加一颗 所以耶稣讲得很实际 如果忧虑是没有用的 那你就何必忧虑呢 所以你何必会依上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线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集龙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性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他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耶稣讲既然忧虑没有用 何必为衣裳忧虑呢 为吃什么喝什么忧虑呢 当你忧虑的时候 你要想想野地里的百合花 怎么长起来的 我信主以后有一些的改变 因为我信主以前 人生都是黑白的 打牌啊喝酒啊乱七八糟 就是根本人生是没有色彩 你知道吗 不是追人就是跑给人追 就这样 但我信主之后 有一点很大的改变 就是有一天 我突然听到鸟叫的声音 在起床的时候 以前都听到杠上自摸的声音 现在听到 竟然听到鸟叫的声音 我就非常惊讶 在床上听鸟叫的声音 是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然后后来我信主之后 我开始发现天的蓝 天上的蓝 是很特别的蓝 那种蓝的美 是人的手调不出来的 我发现花的颜色 花的美 特别像春天 你知道春天很美是什么 就是在树梢上 长出来的那个嫩芽 那个嫩芽的绿 那个嫩芽的绿 特别是雨后 特别是雨后 雨后嫩芽的那个绿 那种绿 是没有任何衣服调得出来的 这世界上最美的颜色 是花的颜色 那种颜色 五颜六色 你知道是衣服 再怎么样的衣服 都调不出那种美丽的颜色 再怎么样美丽的颜料 你都没有办法调出来的颜色 因为那是上帝调出来的颜色 阿们 所以这是我很大的改变 所以我开始懂得听鸟叫 我开始懂得看上天上的云彩 觉得怎么这么蓝 开始明白 看路上的花 觉得说 哎呦 这个颜色怎么能够美到 美到这种程度 那种层次 是 是 是 那种层次所调不出来的 是画家所画不出来的 因为那是上帝的颜色 人手无法逼得 耶稣要你思想 你看神都装饰 神都装饰这样短暂的生命 今天还开花 明天丢在火炉里 野地的百合花 神都这样装饰 更何况是你们呢 不要担心这个 其实我最近这十年 也经历了上帝 给我衣服的恩典 这是真的 从来没有想过 其实我骨子里是爱漂亮的 但是因为服侍神 就要把万事当作粪土这样子 倒也没有为这个祷告过 但最近十年真的 神透过一些弟兄 供应我很好的衣服 所以不穿白不穿 穿了还要干洗 是有点麻烦 但是感谢神 我真的能够 圣经每一句话 都是会应验的 阿们 圣经每一句话 都是会应验 你虽然没有想过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神 真的是会装饰他的百姓 哈利路亚 所以不要忧虑啊 所以耶稣说 不要忧虑 说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 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所以基督徒 你要知道 耶稣问你的问题 是思想 你不需要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这是外邦人 才会求的 因为外邦人没有神 因为外邦人 没有天父 因为外邦人 他们不认识神 所以他们在这个世上 他们只有 他们没有因为 爱他们的天父 他们不认识神 弟兄姊妹们 你是神的儿女 我们一定要常常提醒 我们自己 我们是有一个 爱我们的天父的 这位爱我们的天父 圣经告诉我们 你是有神的人 你是神的儿子 有位爱我们的天父 天父一定会照顾你的 而且你 我们生命中的需要 我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当我女儿出生 一直到今天 我们家女儿 一直到出生到今天 她从来没有担忧过 要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因为她老爸她老妈 都为她想好了 她还没有出生 我们都被她预备好 吃的穿的用的 当她开始长大 她所需要的一切 所需要的一切 爸爸妈妈都帮她预备好了 她从来没有一天 在忧虑 关于她要吃什么 她要喝什么 或者要她回哪里去 因为她知道 她有个很肯定 她有个很深的安全感 是因为她有个爱她的 爸爸跟妈妈 这是肯定的 爱我们的天父 有的时候 比我们父母爱孩子 更爱他们 因为父母不是完全的 父母不是完全的 好心也会做错事 因为我们是罪人 你不能说我是好心 父母好心也会做错事 但是爱我们的天父 他好心 他不会做错事 他总是知道 在最好的时间点 他供应我们 照顾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所以耶稣要我们 仔细想想 你要对天父有信心 阿们 你要对天父有信心 阿们 就像你的孩子 对你一样的有信心 哈利路亚 所以很重要的是 正确的优先顺序 如果你想了那么多 想了前面三个问题 耶稣要你调整你生命中 正确的优先顺序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生命中什么是我们的优先顺序 不是先求食物 不是先求衣服 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什么是神的国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神的旨意可以通行无阻的地方 就是神的国 哈利路亚 就像新加坡的法律 不能管到台湾一样 台湾的法律 也不能管到新加坡一样 有没有 神的旨意 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而那个地方 也是神的义彰显的地方 当神的旨意掌管你的 生命的每一个部分的时候 你就看见 那也代表你跟神 有一个最正确的关系 那就是所谓的神的义 当我们跟神有正确的关系 我们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 天父都知道 而最棒的事情是 最棒的事情是 他会主动地加给我们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他知道我们在什么季节 什么时刻 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天父他深知我们的需要 只要我们跟神 有一个很正确的关系 你所需要的一切 神一定会帮助我们 一定会供应我们 而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满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Amen 求主帮助我们 今天能够重新调整 我们生命的持续 因为当你的持续对了 你就能够胜过 你生命中的忧虑 很多时候我们的忧虑 乃是因为我们生命的持续 我们错了 我们混乱了 而且要调整 我们正确的生活态度 所以 第二个所以来了 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住 一天当就够了 你好好的存钱 以后将来可以用 但是千万不要把存明天的忧虑 因为你放心 忧虑一定会很多 所以不要担心 不要担心 以后没有忧虑可以忧虑 所以就今天提早 把明天的忧虑 先来忧虑一下 你知道吗 当我们身边有正确的优先次序 你就不需要为明天忧虑 你知道为什么 你知道忧虑让人分心 忧虑让人分心 所有的顶尖的运动员 其实所有的顶尖的忧虑的人 他们很强大的一点就是 他们不管在任何的压力当中 他们能够保持在当场 能够现在能够绝对的专注 忧虑让我们分心 耶稣要我们专注在今天 当神今天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明天神一定会掌管 你今天的生活 是你过去的决定所造成的 你今天的生活 就是你过去的决定所造成的 同样的 你今天的决定 会决定你明天的生活 所以常常我们需要鼓励在自己 如果我们很专注在每一个今天里面 你就会看见 你就不用担心在明天 因为你今天的生活 你决定了你明天的生活 正确的生活态度 是每一天要专注在每一个今天 弟兄姊妹们 每一天都有我们要面对的难处 每一天都有我们要解决的困难 每一天都有我们要面对的生活中的难处 但是一天的难处 一天当就好 当我们今天度过 当我们今天还活着 当我们今天还能吃能喝 我们要为今天的恩典来感谢我们的神 谁能够知道明天呢 但我确定我今天很好的过 感谢赞美主 确定我今天跟神有正确的关系 确定我今天跟人有正确的关系 我就知道神一定掌管明天 如果今天我有恩典 明天一定会有恩典 因为我们的神是活着的神 如果神过去二十年照顾你 你不用担心我们服侍神的人 未来的日子里神还是会照顾你 虽然你不知道明天如何 但我知道我的神掌管每一天 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 每一天都要期待有新的恩典 上帝要我们思想 耶稣要我们思想 你要明白 你的生命比金钱更重要 你要更看重你跟神的关系 耶稣要我们思想 你要相信天父会养活你 你要对天父有信心 如果你的孩子对你没信心 那不是很 让你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吗 每天都在问你说 爸爸我确定晚上有饭吃吗 放心放心 明天吃更好 明天吃完又说 爸爸后天有饭吃吗 你烦不烦啊 确定有饭吃 你孩子不会这样天天问你啊 阿们 生命中要有正确的秩序 你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 当你让神的旨意 掌管你的每一天 当你每一天跟神有正确的关系 神会供应你超过你所求所想 当我们的生活要有正确的态度 不要为明天而忧虑 专注在每一个今天 阿们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